去年政府超征税额4500亿 不少民众渴望一笔红包 但是总统与国安高层会议讨论后 强调钱要花在刀口上 总统拍板扣除给地方统筹分配款700亿 剩余了3800亿 其中1000亿填补劳保健保财政缺口 还有挨注台电电价补贴 另外1000亿则是强韧性经济方案 包括租金房贷补贴等作为减少人民负担 剩下了1800亿才可能用来全民共享 这个决定不容易 但为了国家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们也要请国人能够理解并且支持 这决定确实不容易 得知蔡总统暂时不发现今后 民进党立委管毕临透过脸书发声 直言人民现在失望多余体量 何欣存也表示 老虎大众期待能过好年 再度呼吁要发现金 钱要花在刀口 但是刀口的角度不同 人人盯着全民共享 最终怎么共享还是抚愿要解的难题 三连新闻我叫洪陈彦豪 台北重道